大家好 歡迎來到黑豪語家教室 我是江江老師 你是不是常常會覺得腰酸背痛呢? 今天的一個舒緩系列的主題 將著重在坐在椅子上 就可以緩解我們腰酸背痛的這個箭塔喔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準備開始 首先呢 先找一張舒服的椅子 那這個椅子必須是不會滑動的 確定好我們大家的一個 在操作動作上面的一個安全性 第一個動作非常簡單 我們先將臀部先移離開 大概在我們的椅子中間的前半部 避免我們躺在 後背的一個支撐上面去做 那這樣的話動作 比較危險容易 不標準 然後我們將雙手 雙腳踩在 地板上 首先先把肩膀轉開 我們只是單純的做一個很簡單的 瑜伽系列裡面的貓牛拱背 我們輕鬆的僵持跟手指頭 放在我們的後腦 少肩胛骨稍微略夾 手肘左右打開 吸氣將脊椎往上延伸 吐氣的時候 肚子往內收 圓拱背 肩膀幫我遠離耳朵之後 我們手肘把它關下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背越圓越拱越好 好像有一股力量把我們的 圓背給拉上天 但我們的頭跟手 順著地心引力往下沉 形成了一個相反抗拒的力量 去生長我們的一個 後背 然後再慢慢的吸氣 脊椎一節節的引領而上 最後胸口抬高 頭順勢的往後 輕輕的倒一點點就好了 來困我們的胸 然後再一次 圓背吐氣下 去過程中感受到脊椎的椎體 一節一節的蓋下來 我們沒有一定要手肘去找膝蓋 去讓身體承受在一個舒服的狀態裡面就好囉 然後再一節一節吸氣 身體展開往上引領而上 最後一次吐氣圓背下 去找到我們的身體 跟我們的意念一致的一個動作 讓呼吸跟動作合拍 協調穩定的 在一個 舒服的狀態裡就可以了 然後再慢慢的回來 手解開來之後 我們要來做第二個動作 讓我們的整個側腰能夠的 肌肉還有椎體都能夠延展開 是很簡單的伸展 那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椅子旁邊 放一個墊高的物品 或者我們的椅子有這個鐵桿的話 也都可以幫忙 吸氣我們可以將雙手引領而上 讓我們的手背跟我們的耳朵達到平行 肩膀遠離我們的耳朵之後呢 身體拉高 吐氣的時候先向我們另外一邊 身體側彎下來 所以我們的手可以很順勢地放在我們的磚上 不要讓肩膀太緊繃讓它下沉下來 讓我們的整個身體的另外一側 也就是現在的右側能夠整個拉開 包括我們的一窩 這時候右邊的臀部容易拎高 我們再用一點點力量把右邊的臀部做下來 那如果說沒有這個支撐物的話 我們就手可以順著鐵桿而下 盡量保持左肩膀的放鬆 吸氣身體上 我們再換邊吐氣 一樣先拉長我們身體的左側 再讓右手順著不管是我們的瑜伽磚也好 或者是椅子的鐵桿支撐物也好 去讓我們身體側彎 那很多人會在這邊整個重心往我們的右邊掉 所以我們的這個臀部要用力的把它坐穩扎跟坐實就好囉 來3 2 1 再慢慢的身體帶起來 那這樣的側彎我們大概可以輪流來回做個三四次 我們剛剛做了前彎還有提胸 前後的角度跟左右的角度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做螺旋式的扭轉 那一個扭轉的動作呢 我們可以先讓我們的右腳抬起來 試著呢在整個過程中 都讓我們的腳指尖可以勾起來 然後可以保護我們整個膝蓋關節 讓我們的腳踝坐落在另外一隻腳的膝蓋大腿上方 盡可能的讓我們的操作的這一隻腳大腿呢 能夠往前滑往下沉 形成一個像T字形的一個樣貌 一樣吸氣脊椎延伸拉長 把雙手帶高 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讓我們的肚子向我們的左側 肋骨左側胸口左側 打到扭轉之後 手畫圓打開 試著將我們的右手 落在我們的右腳的腳底板 看我的腳指尖還是勾起來的 而我們另外一隻手可以順著胸口的開展 向後向上延伸 在這邊停留保持我們的呼吸 如果說你的肩膀不舒服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上手放在椅子的任何一個可以幫助你完成動作的位置上 甚至於你可以去推這個椅子 讓胸口可以拉得更高 如果你還有空間 可以把手再往後往下走 讓我們這個胸口帶高達到扭轉 好 再慢慢地吸氣身體帶回來 我們另外一邊也試試看 我們把我們的右腳放下來換左邊 一樣吸氣脊椎延伸而上 確定你的膝蓋不會高過寬太多 盡可能把它稍微利用身體前傾 也可以讓它稍微有點可以靠向地板 一樣吸氣身體往上拉高 這一次呢往我們的右邊 從我們最底端的腰椎肋骨胸椎慢慢地扭轉 扭轉完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把我們的左手頂在我們的腳底板 上手可以向天空刺出去 也可以順著我們的椅背 去慢慢地透過滑下去的一個這個順勢的動作 提領出我們的胸口 肩膀幫我放鬆 讓我們的整個下背 特別是腰背這邊的扭轉就會很明顯很舒服哦 然後最後吸氣胸口再抬高 吐氣的時候身體帶回來 慢慢地手解開來 好再慢慢地把腳帶下來 那我們今天的動作有前彎後彎 側彎以及扭轉 每天如此操作個幾次之後 我們的下背部就會非常的輕鬆哦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今天的課程 你們好玩 我們好玩 我們來 incremental